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离美国大选是越来越近了 因为太多的变数也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 就像四年前我们都认为川普的支持率很高 但是意外却发生了 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斯克在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的时候 他说几乎所有的有钱人 大富豪 企业家都是民主党支持者 哈利斯筹钱更容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共同的利益 但是在民主党的支持者中 还是有一些人表现出不一样的想法 比如像紧随马斯克之后 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他也开始支持川普 阿克曼是美国著名的避险基金的经理和投资者 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的CEO 阿克曼过去他是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捐款人 但是10月11号 他却在X平台上写下了一篇 超长的贴文 解释他为什么转而支持川普 阿克曼过去对川普的反对 也是很尖锐的 2021年1月6号 他在推特上曾经写下一句话 他爱的川普说 现在是你辞职并且向所有美国人道歉的时候 大家看这样一个反川普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转变的呢 他又是什么理由让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政治立场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他的33条理由 看看这些理由能不能够说服你或者是你那些反对川普的朋友 大家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会在每周一三五周六或者周日更新我的节目 我的频道主要是关注美国中国台湾香港新闻 还有国际时政评论 中共红朝内幕和历史真相 希望我的分享总有一些会让你感兴趣 10月11号比尔·阿克曼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超长的贴文 我们先来分享这篇文字 一些我的朋友和家人对我决定支持唐纳的川普竞选总统感到惊讶 他们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我过去的政治捐款历史 主要是支持民主党 我的选民登记通常也是民主党 在纽约你必须注册为某个政党 才能在初选中投票 而通常共和党候选人没有获胜的机会 此外呢我们的许多慈善项目也支持 符合民主党优先事项的问题 尽管如此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派或者是温和派 我一直投票给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候选人 并且支持相应的政策 有些人指责我支持川普是因为 这会让我在经济上获利 但幸运的是呀 我和我的家人不需要任何经济利益 因为我们拥有比所需多得多的财富 我还承诺将在我不在人世时 或者之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 因此在决定支持谁的时候 我不会考虑个人的经济利益 有些人认为我支持川普是为了在他的政府中谋求职位 为澄清起见 我没有收到这样的提议 而且即使有 我也不会接受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现在不是我参与政府工作的合适时机 然而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总统成功 使国家和公民受益 尽管如此 我是一名投资者 管理的资金持有一些全球最优质的 主要是美国的企业 在一个管理得更好的美国 这些企业将表现得更好 价值增长也会更快 因此 有人可能会认为 我持有的美国企业 构成了某种利益冲突 所以我在此公开这个潜在的冲突 一些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朋友和家人 接受我支持川普 但是不希望我说服其他人支持他 由于我坚信川普政府 会比哈里斯政府 对国家和世界更有利 我认为分享我的想法是重要的 希望这能帮助他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个月前 在第一次暗杀未遂的当天 我公开支持了川普 并且承诺 在未来发布更详细的帖子 来解释我为何做出这个决定 我打算在此说明 我对拜登哈里斯政府 以及民主党导致我对他们 失去信心的行为和政策 进行详细的分析 需要明确的是 我投票支持川普 并不代表我认同他过去 或者将来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 与婚姻和商业伙伴关系不同 那里有无限的选择 在这次选举中 我们只有两个可行的选择 在这两者之间 尽管川普有缺陷 我仍然认为 他是远优于对手的候选人 一如既往 我欢迎你们的回馈 告诉我 我可能错在哪里 以及我将要列举的行动和政策 是否实际上对美国有益 我始终相信要找到真相 最好的方式就是听取各方的最佳论点 这里我也补充一句 我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留言区说出你们的想法 比如说 为什么你要支持川普或者是哈利斯 或者为什么要反对川普或者是哈利斯 找到真相的最好方式 就是听取各方的最佳论点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兼听则明 阿克曼说 尽管我列举的33项行动 是民主党和拜登哈利斯政府的政策 他们也是我们最具威胁的对手 可能会实施的行动 如果他们想要从内部摧毁美国 并且有能力掌控我们的领导层 他们可能会采取这些措施 以下是33项政策 这里阿克曼列举的33项政策 都是来自拜登和哈利斯政府的政策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政策是否合理 那了解这些政策的朋友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帮我们贴上链接 或者是深入解释一下 这些政策的具体情况 来帮助更多人了解这些真相 谢谢大家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33项政策 一 打开边境 让数百万未经筛查的移民涌入 给社区和基础设施带来负担 3 损害原住民的利益 2 推出经济政策并且大幅增加支出 不考虑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及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 导致赤字和国债增加 3 仓促撤军阿富汗 抛弃当地伙伴和平民导致美国人员伤亡 并让阿富汗女性和女孩的生活受到世代影响 4 在现有监管制度下引入数千项不必要的法规 限制企业竞争能力 阻碍急需的住房、基础设施 和能源生产的发展导致通货膨胀 5 修改保释制度 使暴力罪犯无需保释就能释放 6 透过不再将盗窃 除非达到高门槛 定为犯罪破坏零售商和社区 7 限制或者试图限制或者禁止水利压裂 或者液化天然气 使美国能源成本大幅上升 失去能源独立 8 推广多元公平包容意识形态 基于种族、性别身份和性别标准分配工作 奖项和大学录取机会 9 教导小学生性别是流动的 由孩子自己选择 推动青春期组织剂和性别重设手术 不考虑对他们长期身心健康的影响 10 鼓励和庆祝导致零售和商业设施 焚毁的抗议和骚乱 而同时因为担心新冠疫情 而要求学校关闭 11 鼓励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抗议活动 焚烧国旗 不对违反法律的抗议者进行处罚 12 对反犹太主义的爆发无所作为 13 强制接种未经过充分测试的疫苗 不正确评估其潜在风险和益处 14 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压制和政府政策不符的言论 15 利用法律系统攻击总统候选人 试图将其监禁罚款或者禁止竞选 16 推动减少警察资金 导致民众对执法失去信心 17 用政府资金补贴使用昂贵而且低效的技术的企业 而非更优质且廉价的替代方案 18 立法或者采取政府解决方案 而私营部门能够更好更快更廉价的解决问题 19 试图禁止使用燃气汽车和燃气炉 不考虑其经济和实际影响 20 对美国公民被恐怖分子杀害和绑架无所作为 21 在盟国处于人质谈判期间 不提供必要的武器支持 22 解除对敌人的制裁 导致他们积累了数十亿美元 用于支持恐怖组织 23 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已知的恐怖组织 允许他们攻击美国资产和军事基地 24 对总统的认知健康状况撒谎 25 对食品工业和不健康的饮食选择无所作为 26 对未经充分分析的疫苗接种风险不采取行动 27 允许制药公司免于对疫苗不良反应负责 导致儿童必须接种大量疫苗 28 让少数族裔青年相信他们受害者 无法实现美国梦 29 不为竞选总统的替代候选人提供足够的特勤局保护 30 阻止替代候选人上选票 限制他们的媒体曝光 31 在不公开的情况下 由党内领导选出总统候选人 32 选择劣质的总统候选人 33 反对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的法律 导致选民对选举系统失去信心 最后 阿克曼说 欢迎大家表达想法 那么以上就是阿克曼对于民主党的33项政策的总结 可能他说的比较简单 那有些朋友还是不很清楚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希望更加详细的了解哪些政策 在阿克曼的这条帖子后面 迈克弗林将军评论了阿克曼的观点 他说 比尔 我曾经是民主党 现在是注册共和党人 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民主党发生了重大变化 几乎十年前就已经失去了我 原因有很多 我发现你的文章中概述的内容 是一套非常清晰的理念和政策 川普政府可以将这些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机会 所以 谢谢你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我一直相信要找到真相 最好的方式是听取各方最好的论点 这正是我们需要所有美国人去做的 然后基于寻找到的真相 做出他们对总统的选择 这非常的重要 再次感谢你整理出这些观点 大家是否认可弗林将军的观点呢 可以在留言区输入A表示认可 输入B表示不认可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 哈利斯可能很难赢得黑人男性选民的支持 那今天路透社就率先报道 哈利斯因为担心黑人选民的支持率下滑 周一公布了针对黑人男性的新政策的提案 这些提案呢包括可以豁免的小企业贷款 以及进入新兴的合法娱乐性的大麻行业的机会 哈利斯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包括像前总统奥巴马都对 11月5号的选举中这个黑人男性是否会像过去那样去积极的投票感到担忧 他们不能确定这些人到底会支持哈利斯呢还是转向支持川普 哈利斯的新政策提案呢就是针对这部分人的 包括为欠发达的社区的企业家提供100万个最高2万美元的全额的豁免贷款 以及承诺将这个娱乐性的大麻合法化 并且帮助确保黑人企业家能够进入这一新兴行业 路透社报道说许多倡导团体呼吁减少毒品使用的形式处罚 同时推动平等进入日益增长的合法大麻业务 以恢复那些因为执法而被不成比例打击的社区 然而一些以黑人为主的社区表示 他们并不希望这些企业进入他们的社区 其他哈里斯的提案还包括提升非议美国人进入加密货币行业的机会 并且启动一个专注于黑人男性的全国健康平等倡议 解决联状细胞贫血症对于黑人社区有重大影响的这些疾病 虽然这些计划是为了迎合黑人社区 哈里斯也说他的这些经济提案对所有的男性都有利 哈里斯如果当选的话 他将会成为美国的第二位黑人总统 也是首位黑人女性总统 奥巴马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奥巴马当年是获得了大多数的黑人的支持 但是哈里斯却正在失去黑人男性的支持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说明有很多黑人男性还是有非常理性的分析能力的 哈里斯的这些政策在我看来 无异于饮症止渴 给黑人社区更多的稀释毒品的合法机会 带来的将会是更大的健康隐患和社会安全隐患 如果黑人社区真的希望自己的社区更加健康美好 那应该会知道这种后果 根据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9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的黑人男性表示 他们将会在选举中支持川普 好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属网站 www.成威宇.com 希望大家有空去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因为里面有一些我的周边商品正在完善当中 目前有几款比较有我自己特色的T恤 那这几款T恤上的文字和图案都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像这款45度青年 大家知道中国墙内的环境是越来越不好 很多年轻人要么是躺平了 要么是卷得厉害 而45度青年就是指那种 既没有办法躺平 也没有能力去卷的人 真的是很艰难的在夹缝中生存 那这种说法呢也是一种自嘲 在天朝呀很难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也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 希望大家喜欢这款T恤 另外呢还有像大雄在我20万订阅的时候 送给我的手绘的漫画 大雄是知名的被封杀的漫画天王 他的原名是郭敬雄 他的漫画作品电影还有原创歌曲都受到人们的喜爱 那现在我们把这幅独一无二的漫画呢 做成了微语看世间的珍藏版的T恤 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买来珍藏 也算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另外呀还有像眼贴面膜黑高知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购买 如果你认同我的付出 愿意为我们的真相频道助一臂之力 那也可以在这里选择捐款 支持我在寻找真相 唤醒众人的道路上持续前行 那最后呢我还有一个请求 就是请大家在这个网站上留下你的邮箱 大家知道YouTube的这个平台呀 对于很多内容的限制是很多的 那以后我们可能会将更多的敏感内容 发布到其他平台上 如果大家留下邮箱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知大家去新的平台观看 总之呢是希望我们始终保持联系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